离开JYP后,Somi还是没有吸取教训,这次粉丝不再惯着她,很多粉丝都在社交账号上表示要脱粉 有的粉丝甚至开始低价出售关于Somi的周边,以前昂贵的周边 现在低价出售都不受欢迎,Somi现在的状态就如她的周边一样 刚出道时,Somi是i.o.i的C位成员,现在网评很差 在很多艺人因为颜色问题备受争议 而Somi还是直接在自己社交平台,公开发红色表达自己的态度 可惜这次她站队的人支持艳女 不知道Somi是单纯,还是她的人品真的存在问题 不过一开始,她本人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错 但是当粉丝开始出现抵制行为时,她开始急了 并在网上开始为自己解释,表示自己的,是因为自己按住手机镜头造成的 虽然之前她也做出过很多不令人理解的行为 但是粉丝还是选择谅解,这一次涉及的太敏感 这次Somi的行为引起重怒,这次不管是网友还是粉丝都不能轻易说原谅她了 这样经常做出出格行为的Somi现在真是让YG头疼 由网友表示JYP比YG看得清楚 之前Somi是JYP练习生,也是女团的预备成员 但是因为参加选秀节目红了,想要SOL出道 JYP都把她从预备成员踢出 JYP重视艺人的人品 相信因为之前的考量很清楚Somi不适合JYP 但是YG却签下了她